我们为什么叫汉族? 为什么叫汉人? 为什么叫汉江? 写的字叫汉字。 我们的语言为什么被称为汉语? 我们的传统服装为什么被称为汉服? 因为我们是汉族人。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被称为汉族呢? 说起来,跟汉水还真有些渊源,当然不是说我们起源于汉水,因为人们都知道,汉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。 长江是位居世界前三的大河,一路有很多支流,它最大的支流就是汉江。 那它为什么叫汉江的呢? 我们知道夜空中有一个明亮的星系叫银河,古人叫做银汉,汉在古代是浩汉的意思,天上的银河浩瀚无银,地上的汉江像银汉一样波澜壮阔,这就是汉江得名的原因。 汉中郡 汉中郡 战国时期,汉水中游就纳入了秦国的版图,秦朝在那里设置了汉中郡,于是就有了汉中的称谓。 秦朝灭亡,项羽分封诸侯,把刘邦封为汉王,其封地就包括汉中,另外还有巴蜀地区。 项羽把刘邦封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巴蜀之地。 但是汉中的情况跟巴蜀就不同。 汉中土地肥沃,物产丰富,那里跟巴蜀质地相比,交通要方便很多。 这就为刘邦争夺天下创造了条件。汉高祖刘邦。 刘邦夺得天下之后,定国号为汉,就是继承了他过去的汉王的封号。 人们都知道汉朝是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,而且统治时间长达四百多年。 汉字不仅深深烙印在华夏族的头脑里,也给周边的国家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在汉朝之前,我们华夏族还没有统一的称谓,比如秦朝的时候,周边民族都称秦国人为秦人,到了汉朝,周边就开始称我们是汉人了。 而到了魏晋时期,周围的民族仍然延习这个称谓,以至于以后不论改成什么朝代,周围国家一律称我们为汉人,而我们自己也自称汉人。 这说明汉已经不再是一个朝代的名称,而变成了我们民族的称谓。 所以一个民族的称谓跟民族的历史深刻相关,汉朝时期,我们雄距世界,威震还宇,汉朝因此声名远扬。 周边的满称谓,周边的满移小国一提汉朝两字,就会俯首帖尔。国人一提汉朝也会自信满满。 汉代表的是华夏族的辉煌和光荣。 有了汉族的称谓,自然会派生出汉人、汉语、汉字、汉服等一系列的词语。 总之,天上有银汉,地上有汉江,世界民族之林中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汉族。 如今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,而且我们还是历史最悠久的民族,也是最具有凝聚力的民族。 当前,伟大的汉族已经腾飞,在创祖先辉煌的时日已经不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